原创作者这个鉴定联盟会 那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就是艺术家专访时间 今天很高兴的是我们昭光老师 他没有两串交来 他是带着一幅美美的画就在我们的后面 请看哇人已经长得美了 连画都美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当主播的好处 美的东西就优先来欣赏 所以昭光老师呢 真的是不是盖的 他刚刚讲的是随便抓一张 就可以抓一张 我们看的都爽心悦目的 那很重要的 今天我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 一定想知道 这幅画是怎么诞生的呢 我们再听听昭光老师怎么说 我们主持人问的也很好 他是问这幅画怎么诞生的 因为艺术家画一幅画 他一定要有他某时候的一个灵感 那个时候的灵感 那而且他要有他一个背景 我这幅画画的时候是为了一个 就是拍一个专辑 专辑 这个专辑 那个专辑呢将来可能会在艺术台播出 或者还是好像还是在中央电视台也有播出这样的 在对岸 对对岸播出 那当时这个专辑是一个诗书画的一个 他用那个签字文 签字文 什么叫签字文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啊 后面我不会背 各位观众朋友 您听得懂吗 果然艺术家 果然真是深藏不露 不是 因为唐诗这些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签字文有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签字文非常的 我觉得他跟好像盘古开天壁地 跟一直从古说到现在 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很大的关系 我觉得古人的智慧 历史传承 古人的智慧实在是我们非常的敬佩的 那那个就是在拍这个签字文 然后他中间呢 配合一个书法家写书法 现场他也赖 然后那个我就是帮忙画这个画 那这个签字文 他把它分成九大部分 九个部分 那那个书法家呢 用不一样的字体写着 那就是请我来画 画这个九个主题的内容 那时候对我来讲也是蛮难的 因为签字文毕竟他是 虽然他有文章出来 如果写书法的他还可以照着 反正签字文上面说什么 他写什么 但是画画就是难 就是必须要把它很多蛮抽象的东西 要把它画成一个画 这个是对我来讲也是蛮大的挑战 但是呢当时我们工作了大概十来天啊 每天导演跟制作人还有灯光摄影 都到我画室来工作 我们工作了十来天 大家都觉得工作得很愉快 开心因为制作人有理念 导演也是非常的有概念 都是很好的 然后他们觉得我画的也非常的快 也很顺而且也没有恩基 没有耽误他们很多的时间 而且画出来他们就很满意 一边画他们一边叫好 这个节目呢就叫好又叫做 那就大家工作得非常的开心 然后工作完一起去吃东西 还一直在聊这些艺术的东西 我觉得那时候大家是蛮开心蛮愉快的 所以做出来的这个专辑 他们在剪接 那后来制作人说效果还蛮好的 我还没看到 所以这一张就是那个时候诞生的 你看吧 好的东西就是这样 不以类聚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您相信吗 在您近前看到只有两位 可是在镜头后面的是好几位 所以呢 我们观众朋友是有福到 因为招光老师呢 他不仅仅是可以online 直接来这个表现出他的艺术才华 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把这个艺术的领域呢 能够透过一个非常易懂易了解的方式 让很多初学的这个艺术入门者呢 能够很快的抓住那窍门 所以呢 我们要来听听看 这个招光老师啊 假设有一个人想来 也要踏入艺术的领域 能够画到像这样的功力的话 那您觉得 我们不要讲说特殊人物啦 一般的人应该怎么样来学习 才比较正确呢 做一件事情 我们只要去做 但不一定要想到 未来结果是怎么样 因为艺术我曾常常讲艺术是独特的 艺术是你非常就是唯一的 那是才艺术的可贵 如果你说你要画到这样子 到某一个程度你抄抄 你其实也就 也可以 但是 但是这个 没有自己的味道 对 就是要学画 就是你一定要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我喜欢 我喜欢 你就勇敢地踏出那一步 然后持之以恒 如果不论你碰到任何的瓶颈 任何的瓶颈都不要灰心气馁 我同学常常跟我讲 老师我怎么碰到瓶颈 我就跟他讲恭喜你 恭喜你进步了 因为瓶颈是在你成功的路上等着你的 你只要跨过去就已经 你没有走这条路 你永远碰不到瓶颈 就好像我们要到哪里 也经过很多路口 你根本没有走上这条路 你根本就碰不到 而且你走不到那个 那么远 你就不会碰到那个瓶颈在哪里 然后他又过一阵 他又说老师我又碰到瓶颈了 我说恭喜你又进步了 真的瓶颈就是在我们成功的路上等着我们的 每一个人都会碰到 所以你看刚刚赵光老师讲的 多么的这个贴切 所以有困难 这个就好像说克服这个困难度 再碰到就不算是瓶颈了 那我这很好奇 赵光老师 到底一般人在画作里面会碰到瓶颈